盘点国足十大导向名场面 没显示出我受到感染 再来看一下这次 不 朗诚 怎么往中间扣啊 维持豪 差点给丢了啊 但是好歹 哎呦我去近了 哎呦我去 我这是担心什么来什么 国度这边最后对方没有轰开门 结果咱们自己给轰开了 哎呦 哦这是一个战术小球 但是好像两个人并没有很好的魔和好 之前还真是几乎没看到 我觉得还是咱们的手创 充满智慧的中间 定位球战术 看看他打的全舰队能不能抓住机会 安德烈奇妙 就要给到后点的位置 看这次打 这球传的不错 这球传的不错 这个红天的射门又把球打还给了烈鸟 Had some large 過去 硬是什么 这个是绕猝赌Ad 这是哪跟哪呃 ici 先唐组合又来了 再来看 哇机器太吓人了 おお 而且我们看当时已经眼睛有点皮了 普通再给 后联有机会 扫到门前这边 产球没有进啊 猫标啊 这个球前没进啊 猫标自己也是非常的遗憾 快发球到进区里 选择直接打门 这下隋威杰还在场面喝水 而且球进的时候 这口水还没喝完 转过头的时候一脸茫然 看到隋威杰啊 刚才完全没有看到场面的情况 这边过来的时候 陈阳这口水也还没咽下去 这个几分钟的时间呢 凉队队是在半场形成了这种压制性的进攻 而新疆队解围呢 也没有能够把球踢远 连续两下就是弹下了自己的球呗方向 球进了 哇 有点意思啊 有点意思 这个球实在是 实在是有意思 新疆队是两下自己的解围 第一下呢 没去远到问题倒不是很大 第二下倒攻又给踢球带来了一个非常强劲的这种不可预测的旋转 第二解体呢 在出击的过程当中看着马回收 这个就是快速地滚下了自己的球门 对这个犯规的时机抓得不好 这肯定是给红盘都可以 你踢脑子上了 这有危险的 它是从头来撞到自己的 不是说我脚子弄就 踩着他的肯定 是否有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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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